经期头疼是什么原因怎么办 如问医生科幼专家黄彦宏 黄泉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明确一下经期 那么它为什么头疼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也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明确 那么它是不是这是在经前在黄体期 它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还是在来月经的时候就出现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在经前黄体期 那么就开始就有这个精神的一些影响 情绪的影响和一些综合症 我们考虑患者有没有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心理的疏导 抗焦虑的还有一些利尿的维生素B6等等 这些来帮它治疗 那么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那么它在从黄体期就有时候 病人就开始出现头疼 烦躁不舒服等等这一些因素 那么月经刚开始 逐渐来了以后 它这种症状会缓解的 同时还有一些病人 就是说来月经的时候 是不是跟水纳出流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可能会影响到 可能还有一些跟神经性的一些 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 可以修一些震惊的药 止痛的药 那么可以用一些利尿的 比如说我们用的罗内纸等等 这些都可以 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 会缓解它的这个头疼 可以用一些镇静的 镇静的药 阿布索罗尔纳等等这些 这些的重褗 信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